Hello 各位新MSN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严亚伦 很开心可以再次来到新加坡 跟新加坡的朋友们见面 我觉得一个人跟四个人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舞台的差别 因为当一个人自己站在舞台上面的时候 才感觉到舞台有多么的大 然后多么的需要做更多的功课来填满这个舞台 包括自己的对舞台的熟悉度 然后对自己歌曲跟作品的了解 要怎么样在台上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在台上有散发一个艺人应该有的魅力 就是从四个人变成一个人的时候 努力去调整的 因为四个人的时候可能就有大家分担一些 可能访问的问题或是表演的成分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负担一个部分 那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是没有办法的 就必须要从头到尾都很专注 然后很专心 这是最大的差别 从上一个迷你专辑开始 我自己一直不断地去了解 然后不断地从错误当中学习 所以现在呢其实真的比较自在 对于一个人的时候的表演 不会有太紧张或是太慌张的时候 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四个人的时候 每个人都多少要去为了表演的部分 去做一些努力跟调整 然后我觉得应该说比较自在一点 因为呢自己一个人的作品是可以更接近自己的想法 然后唱的歌曲也是自己很喜欢的 所以在表演的部分可以比较像是可以说比较自在一点点 那我觉得不会比较开心 因为毕竟四个人的时候工作的气氛啊 或打闹啊 一起吃东西 都有各自很可以带给大家欢乐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应该只能说比较自在一点 对我来说 在团体的那一段时间 是我觉得很值得去纪念的 到了我七八十岁的时候 我都不会忘记那一段 有点像是《奇幻旅程》吧 对 快抱紧我 快抱紧我 可能你还爱我 真巧是 在未定 Telesweep这一部分真的是蛮 每一个前男友都被他写的 但是 我应该没有要这样子啦 就是一开始可能我觉得入门的写歌的方式 就是把自己最真实的那个故事写出来 因为你最有画面 然后你也最有感受 所以你可以知道 透过写歌词的方式把这些感受写出来 那我觉得再进阶一点 你可能是自己编制一个故事 然后从这个故事当中去写一段歌词 或者歌曲 我觉得将来 应该会慢慢的朝这一部分去前进 因为林溪老师他们也说 你不一定要真的经历过这样的故事 你才能够写出这样的故事 而是你可以去体会 你可以从这个道理当中去 编造一些 好好看的画面 或是好听的歌 对 其实就是目前还是会希望多唱 抒情歌为主 因为自己被影响的最深的艺人 像张辉美啊 余晨庆啊 张学友 陈一勋这些歌手 他都有很快智人口跟 很流传度很高的情歌 那我也希望我自己在将来 可以多一点这样的情歌 陪伴大家度过很多他们的纪念日 这样子 至于创作方面 我觉得就是一张专辑当中 可能就会有一两首 自己的色彩 因为我觉得艺人 每一个人都是很独特的 都会有他自己背后的故事 我觉得用自己的小小的创作 让大家去更了解这个艺人 艺人 艺人 你永远是我们心梦中的天王 你还爱我